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呢 在我們的班級通訊錄呢 我想把電話號碼打進去 各位看一下喔 0975123456按Enter 0會不見喔 為什麼不見 你在打的時候他認為這個叫做數字 數字不會有0開頭的 我再打一次 0912987654按Enter 0一定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到隔壁來 來 我們把那個常用表情打開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喔 Excel預設的每一格都叫什麼 通用格式 他在幫你做判斷喔 來 數字靠右 文字靠左 日期 11月11號他也靠右 你看見嗎 那如果說這個 當我打既然是數字的話呢 001 只會出現0 002 003 不會有什麼叫001的數字啦 他認為你做錯 他幫你修正 老師我要是編號 不是要打123 來 三個再一次 那你可以在打之前先跟他講喔 我點這一整欄 在這裡 箭頭點一下 你不要幫我判斷了 我這一欄就是要做 往下拉 文字 點起來 那你看他點在這一個 從此以後我點到這一個就叫文字喔 我點在隔壁這叫通用格式 預設是通用格式 他自動判斷 我已經跟他宣告完 請你當成文字 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打001 不過你看一下看哪邊 靠左邊的 就是不能計算的 你看懂嗎 0975 123456 可以喔 可以打文字了 他是把它當成文字在做處理 既然是文字的話呢 12 兩個不能相加喔 請你幫我把它加起來 1號加2號 不會等於3號 這是不可以加的 你看到嗎 所以呢 以前的Excel舊版 我們會用什麼 文字的方式來解決 電話號碼0開頭的問題 可是現在新版有新的功能 來 我們回到這裏 來 知道嗎 我們點在C欄什麼意思 全部設 按Ctrl鍵加1 Ctrl鍵加1是務必要10倍起來的 來來來來來 我們剛剛學過文字在這裡 文字已經比較low了 我們會用更新的方法叫特殊 特殊這邊就有行動電話 來瞄一下 看一下喔 我按Ctrl鍵加1跟他講 不要當我們用文字 特殊裡面的行動電話的格式 看見了嗎 我按確定 他自動幫我 你看 更好囉 我再打一遍 0931 456789 他自動會幫我加格線 這樣再打電話號碼看起來就好 0945 123654 來 換你了 請呢 給他一個 電話格式的 我按照 代替 笑 fabulous �리